阿三把拖拉机开了过来 能够看出阿三的脑洞确实与正常人不一样 把皮带给套在了拖拉机的车轮上 直接用车轮来带动下面的水泵 没想到还真能抽上水来 能够看出拖拉机的动力却是非常的强 于是又用保鲜膜把拖拉机给裹了起来 把前轮和后轮都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阿三开着拖拉机来来回回的走动 慢慢的就把保鲜膜从上面给晃了下来 保鲜膜对于拖拉机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甚至还把前轮给拆了下来 把两辆拖拉机给连在了一块 难道这样拖拉机的动力会变得更强吗 那么只有一辆拖拉机把前轮给拆下来 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后期的阿三就准备实验一下 拖拉机的前轮已经拆了下来 阿三慢慢的把拖拉机给开了出去 倒着走看着没有多大的问题 接下来开始往前开拖拉机 前面的车轴还在地上旋转 变成了拖拉机的前轮 只不过这个前轮实在是太小了 走过的时候把地面都给压坏了 走着走着一下子就卡到了地上 老外又开着拖拉机 载着原地转圈 地上的土都被扬了起来 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危险的实验呀 对吧